2008年,深圳西乡某楼盘入市,均价6000元每平方米左右,64平方米的小二房总价在40万左右,我表哥当时在一家做出口的厂里做工程师,刚毕业没多久,每月工资不到3000,考虑要结婚了,他想买套房子定居下来,最后是在深圳开货车的孤账帮忙凑齐了首付,买下了这套房子。 2020年的时候,这套当初40万买入的房子卖了460万,拿着卖房的钱,他置换了一套总价800万的四房,还能拿出100万给弟弟作为首付,上车了深圳。 相当于父母当时投入的首付,换来了哥弟两套房。 这是我以一个旁观者角度叙事的故事,其中赚钱的快感原谅我无法感同身受。 我只记得,当时我父母也在深圳打工,可当时父亲对贷款这事儿认知不高,总觉得欠银行的钱心里不得尽。 加上那会刚好是金融危机,收入不稳定,很怕房贷还不起,哪敢负债买房了。 结果15年后,我父母故地重游,指着这个楼盘说,当初6000元每平方米的时候我们没买,我补了一刀说现在7万了。 当时他们的表情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,我说你们当时要是咬牙买了,咱妥妥的中产阶级啊。 可惜,世上没有后悔药,只能说要是给我一次穿越过去的机会,我一定多买几套房。 另外的一个故事,是一个学员朋友。 今年43岁,他算是从鱼头吃到鱼尾的典型案例,每一次都精准踩对了周期。 和多数年轻人一样,06年那会买房都是靠父母掏空积蓄给买的,第一套房子买在了广州攀渝的市桥板块,总价30万左右。 13年的时候,想着给父母买一套养老的房子,回到了四线城市韶关买了一套房子,当时价格4000元每平方米。 之后15年的时候,做了一次置换,把潘渔市桥和韶关那套房子同时卖掉,买了广州的两套房子,一套8000元每平方米买在南沙,一套买在了天河珠江新城。 韶关那套房子也没有亏本卖,买的时候4000元每平方米,卖的时候6000元每平方米。 最后盘算下来,他单单在买房上面,保守赚了1000万,大头还是珠江新城那套房子,如果当时买的面积更大,或者直接买两套,现在赚得更多。 他属于幸运的大多数,每次买房都在低点,而卖房的时候又赶在大涨前夕。 他自己都说没想到,反正就是他有钱就会想着买房,因为更害怕钱放在手里会贬值,而且他自己买过房。 深刻地感知到钱贬值的速度。 06年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,月供1000多,等15年卖掉的时候,月供也才1000多,但房价早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 我只能说,这真的属于老天赏饭吃,运气占了大部分,剩下的就是靠果断出手的勇气了。 做了这行这么多年,我见过很多赚钱的案例,也见过很多亏钱的。 我发现他们大部分的共性之一,就是喜欢把房子买在老家。 我认识一个在深圳开便利店的福建阿姨,来深圳20多年了,那么多年也不是说没赚到钱。 可是,他没一套房子买在深圳的,因为他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深圳的,没必要买房。 但与此同时,他又陆续在老家买了三套房子,还在厦门买了一个铺面,愣是没在深圳买一套房子。 同年和他出来的老乡。 零几年就在深圳福田买了一套房子,前两年这套房子卖了800万,加上存款直接给孩子在深圳湾买了套2000万的房子。 他们之间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了,而且阿姨老家那几套房子现在是住不起卖不掉,出租只值几百块。 就像水煮鸡胸肉一样,虽然都是肉蛋味很寡淡。 以上的故事,皆是真实故事。 而我之所以分享一些故事,就是想和大家聊聊关于买房的理念问题。 理念打通,你才能真正知道认识到买房赚钱的本质,摆脱情绪摇摆的困扰。 这里也插一句题外话,买房这条路上,有人赚钱有人亏钱,有人赚大钱有人亏大钱,而随着分化的到来,未来赚钱的人越来越少,亏钱的人反而会越来越多。 以前买房凭运气,现在买房靠实力。 买房不再是随便买的时代,而是要学会分析认真挑选的时代。 过去的20年,在买房赚大钱的人里,没有一个不靠运气的。 虽然这很残忍,但这是事实。 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,你只要抓住机遇,远比努力更重要。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找过去房价暴涨的规律,反复思考其中的门道,后面发现其实很多的成功失败并不是取决于个体的绝对性努力,而是很大程度被大事决定了。 很多人唯一的确定性机会是,猪都会赚钱的时候,你才有赚钱的机会。 周鸿一说,有一个竞争对手永远打不败,那就是趋势。 在楼市里,其实也是这么回事。 2008年,有人看到的是金融危机,但有人看到的是经济始终会向上的趋势。 你要是抓住了利用好了这次危机,抓到了这个机会,在任何地方买房都赚了。 我之前去宝中彩盘,有个盘的业主是第一批业主,也就是07年以7000元每平方米买入的,现在最高卖到13万每平方米,涨了17倍。 这不是躺赢是什么? 到了2015年,又是一次经济低迷叠加政策就是,有人又看到了机会,但有人却开始怀疑房价上涨。 还能不能复制? 也是从这时候,楼市开始了分化。 2015年后,并不是买任何地方的房子都涨了,一线,强二线,中等二线,环一线城市确实在涨,但三四线城市经历货币蓬改后,只遇到了短线上涨,随后就是高位了。 很多在2016至2017年高位买入的,至今还没解套。 但这时候,如果你还是跟着大趋势买对了房子,也已经成功吃到了房价上涨的红利。 完成一次完美的财富积累和阶级跃升。 所以说白了,很多成功学故事,其实就是尽量去抓住趋势性的机会。 创业是如此,买房更是如此。 但买房相比创业,还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,那就是,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原子弹,而是时间加负力。 买房赚钱的美妙不同于股票,涨了就卖,而是要持有一段时间等待时间的馈赠。 只要买对了房子,你持有的时间长,能享受两个以上的上涨波峰,你享受的收益就能放大几倍。 想想07年,以7000元每平方米买入宝中的,如果它在2015年以前卖掉,那么就享受不了后面的二轮大涨了。 这就是时间加负力的威力所在。 现在,很多人最大的疑问。 今日不同往日,哪怕楼市一样的刺激,经济一样的放水。 房子还能一样的上涨吗?买房真的还能赚到钱吗? 实际上,我要告诉你,楼市不是赚不到钱,只是很多人赚不到钱了。 因为很多人的情况是, 一,买房买错了,买失溢价,透支未来涨幅。 二,楼盘本身涨幅差,跑输大事。 我们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,你努力地爬梯子,爬了好几十年,回过头来一看, 我靠,梯子放错墙了。 这就和我经常说的,你认认真真的上班,却随随便便买房, 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重大战略错误。 那这几年,为什么很多人感受不到房价像以前那样大涨了? 因为向上趋势没有变,但细节早已分化。 2015-2016年是城市的分化,现在是板块的分化。 选好城市,选好板块,选好项目,缺一不可。 就好比你拿着400万想买深圳,可能根本买不到能涨的价值板块, 但你能买到强二线城市的好板块,未来有机会比深圳的涨幅更猛。 站在房产投资,买房赚钱这件事上看,并不是你在深圳,你就适合买深圳的房子。 换言之,你在武汉,你也不一定只能买武汉的房子。 我们要有全国房产投资的思维,在满足自住之后,买房的目的是要买到最能涨的地方。 房子早就过了追求数量的时代,而是追求质量的时代了。 我有很多学员朋友,过去在楼市里都赚过钱,可这几年却发现房子不涨了,不赚钱了。 那是因为他买了十几套垃圾资产,有商铺、公寓、远郊、别墅等等。 以前买什么都涨,现在早就不是了,时代在变,环境在变,但很多人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。 所以只能一直买房,又一直买错。 最后默然回首,发现自己确实买了一堆房,却没一套能长的,只能成为有房的穷人。 这是买房的大忌,趁现在还有机会,一定要抓紧优化你手上的房子,卖掉你手上的垃圾资产。 房产税渐行渐进的时候,拼的永远是房子质量,而不是数量。 现在看明白的,还不迟。